2024最新漫改战争日剧《沉默的舰队》震撼来袭 漫画原作累计发行三千两百余万册 所有场景均为实境拍摄 一个宏大又危险的计划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洋海战 这艘战斗值拉满的潜艇能否逃出生天 故事开始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艘集结了各项顶尖科技的核潜艇 这艘新型的核潜艇由日本出资 美国提供技术支持 联合打造而成 由于先前达成的合作条约 这艘核潜艇被编入了美国赫赫有名的第七舰队 也就是说日本方面属于为他人做了嫁衣 潜艇上所有人员均由日本政府出面安排 潜艇艇长有经验丰富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精兵 上坡号舰艇的艇长海江田四郎担任 不过所有船员最终都要听命于美国 出发前 美日双方举行了简单的仪式 海江田舰长向美国指挥官提出 想要对这艘名为海蝙蝠号的潜艇进行最后的检查 指挥官虽然感到疑惑 却也批准了海江田的请求 毕竟例行检查也很合情合理 海江田迈着镇定自若的步伐转身离去 一项看似不可能的计划正在他的心中酝酿 本次航行时间预计为5小时 海蝙蝠号舰艇会率先同美国洛杉矶核潜艇 基纬斯特号会合 随后共同在海面上巡航30分钟 完成演习后返回美军基地 由于任务简单 所以海蝙蝠号舰艇上 只留下了那名美军指挥官坐镇 其余人马均为海江田的手下 这也为计划的推行创造了有力条件 在简单交代完航行路线后 美军指挥官便放心地来到一旁休息 将指挥权全权交给了海江田 不久 海蝙蝠号便抵达了基定海域 通过开启收纳系统 海蝙蝠号比基纬斯特号潜艇 率先发现了对方的存在 可紧接着 下属就发现 附近海域不只有一艘美国舰艇 还有两艘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核潜艇 在等待着它们 如同一群沉睡的鲸鱼潜伏在四周 海江田开玩笑称 要来个叫醒服务 顺便打个招呼 美军指挥官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只听海江田突然下令 发射八号鱼雷 美军指挥官大惊失色 质问海江田 究竟想要做什么 可是海江田却并不理会 另一边 基纬斯特号上的船员 发现了那枚急速而来的鱼雷 当即乱了阵脚 他们怎么也讲不到 竟然会被自己人袭击 基纬斯特号的总指挥当即下令 左满舵全速前进 眼看鱼雷越来越近 基纬斯特号来不及退 总指挥只能下令 全员户头做出防撞姿事 可让所有船员没想到的是 鱼雷在即将击中舰艇的那一刻突然自爆 原来 这只是一枚音响鱼雷 刺耳的噪声 让基纬斯特号的船员们苦不堪言 海江田趁此机会 下令海蝙蝠号快速下沉 在噪音的干扰下 基纬斯特号的美军也无法继续追踪 与此同时 海蝙蝠号核潜艇内 美军指挥官毫不客气地拿枪对准了海江田 基于他刚刚的表现 指挥官宣布剥夺海江田对舰艇的控制权 然而 一众船员纷纷站起身 用行动表达了各自的立场 指挥官在无比错愕中被收缴了枪支 遭到软禁 海江田告诉指挥官 接下来 他将见证一项史无前例的新计划 事件发生后 日本政府召开紧急会议 为了维护美日同盟 日本政府决定 派出另一艘潜艇 力波号 前去追捕叛逃的海江田 经过短时间的调整 海江田下令将海蝙蝠号上扶至海面 可是美军早已恭候在此 天空中的反潜巡逻机呼啸而过 海江田主动向对方问好 收到信息的巡逻机 勒令海蝙蝠号立刻返回基地 否则将会发动进攻 然而 海蝙蝠号迟迟没有动静 巡逻机上的美军士兵 随即进入了战斗模式 将海蝙蝠号列为攻击对象 海江田带着自信的笑容 告诉身后的美军指挥官 接下来 他将见证奇迹 此时 巡逻机上的美军士兵 已经打开了炸弹舱 解除安全装置后 投放了一枚炸弹 好在 海江田已经提前命令下属 打开了通气阀 让海蝙蝠号快速下潜1000米 以躲避攻击 短短几秒过后 第一枚炸弹就在海面爆炸 将海浪掀起数十米高 海蝙蝠号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下潜着 完美躲过了第一波的进攻 很快 美军投下了第二枚炸弹 虽然威力十足 但此时的海蝙蝠号 已经潜入了太平洋深处 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美国第七舰队总司令 被彻底激怒 他下令 派出整支航母舰队 不论如何也要摧毁这艘叛变的核潜艇 仅仅过去了五分钟 海蝙蝠号就已经抵达了 深度为1000米的明达纳俄海沟 日本政府高层决定封锁消息 暂不能让民众知晓此事 一名高官觉得 在考虑海蝙蝠号事件之前 应该先去揣摩那些船员的心态 并弄清楚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很快 海蝙蝠号上的船员就发现了美军的动作 基韦斯特号率两艘核潜艇 奥克拉荷马士号和阿神维尔号 开始向着海蝙蝠号逼近 海江田得到消息 这是出奇的淡定 他当着美军指挥官的面 将音响调到最大 相当于主动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美军指挥官相当震惊 不知道海江田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他反问海江田 真的以为能仅凭一艘核潜艇 对抗美国海军的整个第七舰队吗 海江田微笑着表示 这不是一般的潜艇 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 搭载着世界上最优秀的船员 基韦斯特号的美军士兵 很快就通过收纳系统 捕捉到了海蝙蝠号的定位 长官下令向目标发射四枚鱼雷 海蝙蝠号上的日本士兵 在听到基韦斯特号上传来 鱼雷发射管的注水声时 立刻上报给了海江田 他通知手下 慢慢调减音量 用声音迷惑对方 并将驱动模式转变为电驱动 打满舵慢速前进 同时以每秒三米的速度上浮 逐渐靠近基韦斯特号 就在基韦斯特号 准备发射鱼雷之际 士兵这才猛地发现 海蝙蝠号就在他们的右闲侧 美军长官下令 向右侧改变方向加速前进 与海蝙蝠号拉开差距 海江田舰状下令紧随起后 基韦斯特号上的美军长官 见此行情 打算将海蝙蝠号 引入第七舰队的包围圈 收到命令的巡逻机 投射下一枚浮标收纳装置 以捕捉海蝙蝠号的踪迹 接着航母舰队扩大阵型 准备打造一个钢铁般的牢笼 关键时刻 海江田突然下令减速 并准备发射两枚鱼雷 而下属发现 他们身后的两艘潜艇 也已进入了战斗模式 双方剑拔弩张 一场战斗一触即发 海蝙蝠号主动出击 射出两枚鱼雷 紧接着 海江田下令 实施战术撤退 离开这片海域 机尾斯特号上的美军将领 自知来不及撤退 下令所有成员 做好防撞准备 令大家感到意外的是 两枚鱼雷并未爆炸 都是哑弹 只是对潜艇挺身 造成了损害 鱼雷击中了螺旋桨 使潜艇无法前行 就在美方对海江田的行为 感到琢磨不透时 他再次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那就是指挥潜艇 主动浮出水面 并打开通讯设备 向第七舰队喊话 立刻停止前进 如果不照做 那全部舰队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因为海边符号上 搭载了一枚战斧反舰导弹 已经准备就绪 而且弹头非一般弹头 而是一枚核弹 美军总司令认为 海江田是在虚张声势 随即向上请示 就连海边符号内的美军指挥官也认为 海边符号上并无携带核弹头 海江田提醒指挥官 在出发前 他们对核舰艇做了最后一次检查 偷梁换柱并非不可能 另一边的美国军方高层 在获知情况后 无法确定海边符号上 是否真的携带了核弹头 他们不敢堵上 总支第七舰队 于是下令观望 眼看保持航速的海边符号 即将撞上眼前的美国舰艇 罗纳德里根号 美军总司令终于感到了害怕 他担心 海江田想要来场自杀式袭击 在双方距离仅剩下300米的极限距离时 总司令下令 停止发动机 伪舵向佐达曼 就这样 海边符号和罗纳德里根号前顶 擦舰而过 这时 海江田又下令船员 调转方向 紧跟在罗纳德里根号的后方 他再次打开通讯设备 向美军喊话 虽然他们都拥有足以毁灭自身 和更多人的核武器 但双方只能怒目而逝 无法发射武器 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 会相互制衡 从而避免战争的爆发 现在 他已经将世界的现实 浓缩在了这片半径 只有5公里的海域 最后 海江田宣布 独立国大和国正式成立 其公民即为海蝙蝠号 核潜艇上的88位船员 江土范围 则是整艘潜艇 这一决定 让所有美军错额不已 紧接着 海蝙蝠号上的船员就发现 方位47度处 探测到了螺旋桨的声响 一艘常规的潜艇 正在向他们靠近 而这艘潜艇 正是先前日本政府派来的 海上自卫队潜艇 利波号 艇长申听 拿出对讲机 向海蝙蝠号上的海江田 喊话 要求登陆海蝙蝠号 可海江田告诉对方 舰艇已经宣布独立 他们是大和共和国 不再隶属于美国的第七舰队 与此同时 罗纳德里根号上的美军司令 也向海丁队长喊话 利波号 必须立刻离开这片海域 如果不听从劝告 那会受到攻击 深厅舰长认为 这只是美军在试探罢了 他们绝不会攻打盟军 于是 他无视美军的警告 再次向大和国援手海江田喊话 允许日本国派出艺人进入大和国 他们接受了日本政府的委托 准备和海江田谈判 让对方交出海蝙蝠号 并了解 对方宣布独立的目的又是什么 海江田露出微笑 同意了对方登陆的请求 罗纳德里根号上的美军总司令 此时也是一脸懵 他直言 有时候无法理解日本人 他们表面上笑容满面 低头哈腰 但你永远猜不透 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这边 先钉舰长冒着巨大的风险 无视美军的警告 乘坐小艇 向着海蝙蝠号靠近 在成功登陆 并见到海江田后 先钉忍不住质问对方 究竟想要做什么 海江田称 自己准备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海蝙蝠号不属于任何国家 他们将作为一个军事国家 对抗世界各国 先钉只觉得 海江田不可理喻 可海江田却说 这是让世界摆脱战争 你找的唯一办法 谈判破裂后 先钉舰长被请出了海蝙蝠号 这时 另一头的美军总司令 接到上级指示 无需再警告 立刻击沉海蝙蝠号 总司令担心 海蝙蝠号上配备有核武器 再三确认 上级表示 这是命令 不得质疑 立刻执行 就这样 舰艇下落一号上的炮筒 直接对准了目标 在看到深厅舰长 乘坐小艇离开后 总司令下令 开火发动进攻 海江舰舰撞 命令核潜艇快速下潜 躲避攻击 另一边 立刻号上的深厅舰长 也做出指示 对海蝙蝠号展开追击 同时命令船员 瞄准对方螺旋桨的位置 发射哑炮 想要以此控制 海蝙蝠号的行动 从而进行拦截 美军司令 则指挥天上的巡逻机 装填导弹 瞄准海蝙蝠号 前方450米的位置 进行间接性的轰炸 对海蝙蝠号进行拦截 海江舰根据当前的情况 做出指示 下令舰艇停止前进 下一秒 立刻号的鱼雷飞速袭来 巡逻机发射的导弹 也已入水 海江舰不慌不忙地 指挥海蝙蝠号 全速下潜 完美躲过了立刻号 和美军的攻击 深厅舰长向下属确认 当下海蝙蝠号的具体位置 可下属却说 爆炸产生了一堆气泡 他现在什么也听不到 待到一切恢复平静后 船员发现 海蝙蝠号 竟然就在立刻号 下方5米的位置 所有人都对 海蝙蝠号的速度之快 叹为观止 这边 美军司令下令 进行第二次轰炸 下属担心会波及立刻号 可司令表示 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在他的一声令下 数十枚导弹 骑刷刷地飞向空中 接着又迅速钻入大海 立刻号和海蝙蝠号 同时捕捉到了 深水炸弹来袭 眼看距离撞击 仅剩下20秒的时间 海丁和海江田 果断做出回应 一个向左满舵 一个向右满舵 完美避开了 一枚导弹的进攻 5秒过后 密集的导弹 集中在海底 400米处 发生爆炸 巨大的冲击波下 立波号 出现了多处损毁 机舱发生进水 电路也发生损毁 而海蝙蝠号 却毫发未伤 足见它的优越性 海江田下令 将潜艇下沉至海底 1000米处 另一边 美军士兵询问司令 为何不设定 更为精准的位置 将海蝙蝠号炸毁 司令回答称 万一海蝙蝠号 真的携带有核弹 那这片海域 所有的潜艇 都将无法倖免 随着海蝙蝠号 不断下潜 美军司令 也失去了它的信号 它果断派出 第七舰队的三大王牌 奥克拉河马士号 阿神维尔号 以及哥伦比亚号 前去追捕 哥伦比亚号 率先追踪到了 海蝙蝠号的踪迹 它果断瞄准目标 射出两枚鱼雷 可就在即将击中目标时 不知为何 两枚鱼雷突然受到信号干扰 像是无头苍蝇一般 全然偏离了轨道 原来 海江田对这片海域 十分了解 这里的磁场非常特别 鱼雷很难击中目标 海江田成功利用海域 拥有干扰源的特点 完美躲避了追击 可紧接着 哥伦比亚号上的士兵就发现 折射声波 导致舰艇上的传感器出现故障 他们急忙重启系统 趁着这一当口 海蝙蝠号也成功 从哥伦比亚号的眼皮底下 流走 然而没过一会儿 一名船员就发现 美军的阿神维尔号 已经调转了方向 正在对他们展开追击 海江田下令 将潜艇的速度提升至30 5秒内调整至最大上氧配屏 首舵向上达满 成功翻越了一座海底悬崖 而紧随其后的阿神维尔号 因为没能及时躲避 不幸撞上了岩石 这一幕 也让利波号上的船员和神钉舰长 那等目瞪口呆 他们惊叹于 海江田的心中 竟然藏了一幅海底地形图 可是 海江田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舰艇突然发生猛烈的震动 原来 是奥克拉河马士号 释放了一条浮标天线 牢牢缠绕住了 海蝙蝠号的螺旋角 海江田叨咕咕了一句 竟然赶掉他们的舰艇 实在是异想天开 他胸有床竹 坐牌不乱的指挥船员 入满前端水舱 靠重力下潜 他要让美军见证 海蝙蝠号的潜水能力 究竟有多好 随着深度不断加深 300米400米 直到来到1600米处时 海蝙蝠号上的船员知道 美军即将放弃 因为没有一艘普通潜艇 可以承受这个深度的压力 果然不一会儿 奥克拉河马士号 就开始出现猛烈的震动 挺身还出现了变形 经验丰富的船员们知道 再这样下去 舰艇就会发生内爆 在下潜至1800米处时 承受不住压力的 奥克拉河马士号上的美军士兵 只能松抬天线 准备上浮 摆脱束缚的海江田 下令将海蝙蝠号 上浮300米 在上浮过程中 他们发现 一旁的奥克拉河马士号 似乎已经出现损毁 无法再上浮 海江田决定 乘胜追击 解决美军最后一艘潜艇 哥伦比亚号 很快 哥伦比亚号内的船员 就发现了海蝙蝠号 正在靠近 就在他们准备发射鱼雷时 却发现 海蝙蝠号又躲进了雷达盲区 艇长下令 预测它的行进路线 并直接发射 或者射击沉船残骸 逼迫海蝙蝠号现身 几秒过后 鱼雷被引爆成功 正当哥伦比亚号的舰长 以为自己成功击中了海蝙蝠号时 突然一个庞大的黑影出现 美军士兵惊呼 这海蝙蝠号正在逼近 就在双方越靠越近时 海江田又命令船员停止前进 首舵向下打满 右满舵下潜 哥伦比亚号的舰长 以为海蝙蝠号准备逃跑 随即调转方向 左满舵下潜 可紧接着 前方出现了一艘沉船 这让哥伦比亚号全员措手不及 来不及躲避的哥伦比亚号 静止撞上了沉船 一旁观战的利波号 忍不住惊叹连连 不到十分钟 就铲除了三艘美国舰艇 并且没有动用武器 可以说是创造了一段神话 就在这时 深厅舰长接到了海江田的致电 询问他 大和国的实力如何 深厅表示 尽管他们没有使用武器 但海江田的所作所为 依然属于战争行为 可海江田觉得 他们只是在遭到了袭击后 采取了正当防卫 深厅仍然觉得 海江田想要统一世界的做法 是天方夜谭 在他看来 海江田更像是准备掀起一场战争 拿着核武器到处炫耀 海江田话中有话地表示 这么做的可不止他一个 想要实现理想 就必须要拥有权力 深厅认为 海江田太过理想化 他永远不可能创造出 没有战争的世界 海江田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的 不久美军对三艘潜艇进行了打捞 得到消息的美国政府高层 派人调查了海江田的背景 资料显示 海江田并不是一个疯狂的恐怖分子 美国高层对他的行为深感不解 他们准备从圣地亚哥 派遣第三舰队继续追击 势必要将海边符号击沉 有议员提议 可以联合日本政府共同进行 这样不仅能彰显美日同盟牢不可扩 还能推动国会通过增加军费预算的申请 可此时的日本政府高层的意见 却出现了分歧 一位官员提出 派出海上自卫队 对海边符号进行保护 和他的观点随即遭到了驳斥 如果美方认为 日本同海边符号存在关联 那么他们会遭到严重的反噬 届时 全世界都将与日本为敌 并且认为 日本已经退回到了战前时期 可刚刚那位官员却觉得 一直以来 日本就把姿态放得非常低 难道他们还要继续催眉折腰 卑躬屈膝下去吗 他们现在需要的是 在惊涛骇浪中乘风破浪的勇气 只有这样才能渡过难关 最终权衡之下 总理宣布 部署海上自卫队保护海边符号 得到命令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二分队 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另一边 美军的第三舰队 也在向着海边符号的方向顶进 不久 双方就来到了同一片海域 日方的昭田上将 主动联系了美国的蓝芯司令 表示他们想要穿过美方的舰艇 希望得到批准 可蓝芯毫不犹豫地 驳回了日方的请求 理由是 他们正在这片海域 参与一项由美国为主导的军事行动 蓝芯命令昭田即刻离开 如果不从 那将被视为干扰行为 他们会发动反击 可昭田上将 无视美方警告继续前进 大洋上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看来双方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那么 这场斗争 结果到底如何 美日双方谁会是赢家呢 海江田又能否凭借一艘海边符号 对抗整支美国海军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下期再会 在上期视频 《沉默的舰队》第一至四集中 我们讲到 海边符号舰长仅凭一己之力 不费一兵一卒 就成功打败了三艘美国潜艇 日本政府经过激烈的讨论 决定派出海上自卫队 为海边符号保驾护航 美日双方针锋相对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下面开始讲述 沉默的舰队第五至八集的内容 面对美军第三舰队总司令蓝鑫的警告 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二分队队长 赵田上将 直接选择了无视 他们给海边符号上的海江田发去电报 为他们指明了一条向东的航线 并请海边符号以二十节的航速 跟随第二护卫队群离开这片海域 海江田自信地表示 无需协助 他们可以自行离开 收到回复的赵田上将明白 海江田此举 是在试探日本同美国对抗的决心 另一边 美国总统和日本总理 就海边符号一事进行了当面磋商 美方提出 对于海江田的叛乱行为 以及对美国造成的损失 日方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 同时 美国国会保留自由裁量权 自行决定如何处置 接下来 日本总理宣读了日方的立场 在此次事件中 日本也蒙受了损失 基于美日友好条约 他们没有支付赔偿金的义务 此外 海边符号上的船员是日本公民 理应依照日本的法律对其审判 另外 包括海边符号在内的日本公民 若有受到生命威胁 他们也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 美国总统斥责日方恩将仇报 日本总理解释称 他们只是在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方案 派出海上自卫队 也只是为了避免海边符号被孤立 日方没有任何参战企图 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 他们比任何国家都要谨慎 根据现在的情况 日本有可能会承认海边符号的独立 这番言论将美国总统气得脸色铁青 他指责日本政府 这是在支持一个有恐怖分子建立的独裁政府 最终美日谈判不欢而散 此时此刻 太平洋上的局势进入白肉化的阶段 第三舰队总司令蓝鑫 以驱赶海中的鲸鱼为由 朝着日本护卫队战舰群的方向 发射了八枚反潜导弹 这些导弹直插云霄 然后呼啸着冲向日本护卫队 招田上轿舰撞不甘示弱 下令做好防御准备 瞄准目标做好拦截 不过有一枚导弹没有拦截成功 入水后 导弹飞速冲向目标战舰 并最终击中了一艘日本护卫舰春雨号 船体发生猛烈的爆炸 受损严重 属下等待着朝田上将下达进攻命令 毕竟在这种情况下开火也属于自卫 可上将却并未批准反击 而是命令全员做好准备 迎接下一轮攻击 并派朝日号前去对春雨号实施救援 而这一切也都在海江田的预料之中 日本就算拥有武器也无法使用 为了改变现状 海江田以美国先前的导弹袭击 侵犯了大和国的领土为由 准备用一号和二号战斧导弹发起攻击 同时 蓝芯向第七舰队总司令 博伊斯发送了协同夹击的请求 不过 博伊斯却拒绝了蓝芯的提议 准备留在原地静观其变 这让蓝芯有些不满 他决定在海蝙蝠号消失前将起击沉 另一边的美日政府 在短暂的休会后 还在继续谈判 日本总理提出 双方各自撤兵 在确认事情的原委后 再通过对话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可美方却咬定 海蝙蝠号上的人员是恐怖分子 他们要采取军事解决方案 美国总统提出 现在的问题是 日本究竟是重视美日同盟关系 一起解决问题 而是会和恐怖分子结成同盟 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日本总理急忙否认 他们不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只想好好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 激烈的辩驳过后 双方依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日本官员提醒总理 海蝙蝠号已经宣布独立 海江田是冒着生命危险才这么做的 他需要日方的支持 画面再度回到剑拔弩张的太平洋 海江田命下属 发送了一则通讯 他要让美国 日本 乃至全世界知道 为了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尊严 大和国无惧武装冲突 随着他一声令下 两枚鱼雷朝着目标发射了出去 蓝芯也下令开火 展开了第二轮进攻 数枚反潜导弹 向着日本自卫队的战舰群飞驰而来 招田上将眉头紧锁 迅速实施拦截 可最后 还是有三枚导弹没有拦截成功 这边 海蝙蝠号的两枚导弹冲破海面 向着美军第三舰队的航母直奔而来 蓝芯果断进行拦截 尽管两枚导弹被成功命中 可下一秒 滚滚浓烟中 开始掉落大量的薄条 第三舰队的雷达系统瞬间出现故障 自知重计的蓝芯 气得一把扯掉军帽 大发雷霆 另一边 美军发射的三枚导弹入水后 先后爆炸 海江田指挥着海蝙蝠号及时躲避 所以并未受到损伤 而他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击沉蓝芯所在的美国第三舰队 航空母舰亚伯拉罕林肯号 此刻的蓝芯 依然十分狂妄 他不相信 海江田凭借一艘战舰就能驾驭一场海战 可花音刚落 亚伯拉罕林肯号 就被海蝙蝠号发射的四枚鱼雷击中 被激起的浪花 有数层楼房那么高 紧接着 健身浓烟滚滚 亚伯拉罕林肯号 在一阵猛烈的晃动后 开始发生倾斜 蓝芯无奈 只能宣布紧急撤离 另一旁 第七舰队司令伯伊斯 则通知所有舰队 前去支援亚伯拉罕林肯号 而在谈判中的美国总统 在得知海蝙蝠号 刚刚袭击了美国第三舰队时 气得摘下翻译耳机 准备起身离开 日本官员站起身 直指这场会议不是对话 只是美方企图将政治议程 强加于日本罢了 他提出 和平是无法通过牺牲换得的 美国总统丢下一句 他们需要闷心自问 日本能够拥有当下和平稳定的环境 最应该感谢谁 说完 便带着一众议员 愤闷地扬长而去 利波号上的申丁舰长 找到泽田上将 诉说这当下严峻的形势 美国被炸毁了一艘航母 想必五角大楼内此刻一片哗然 申丁觉得 海江田是个可怕的男人 他的行为令人琢磨不透 而他这么做 分明是在挑起战争 搞不好还会升级为全球冲突 可招田上将却觉得 海江田的心里 一定有着更为远大的理想 虽然他目前还不知道海江田的计划 但他相信 海江田绝不是一个战争分子 再次获胜的海江田 指挥海边佛号来到了小丽园群岛附近 给日本总理打去了电话 提出大和国要和日本结盟 总理就海边佛号上是否有核武器仪式 向海江田进行了确认 海江田予以了否认 日本速来就有不拥有 不制造 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 随后 日本政府批准海边佛号 于明天中午抵达东京湾 迫于形势的压力 日本政府举行了一场公开的发布会 说明他们未经国民同意 和美国联合研发 并建造了核潜艇海边佛号 舰长海江田 叛逃并宣布独立 经确认 海边佛号上并未携带核武器 现在日本政府打算与大和国进行协商 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 因为全世界只有日本 只有广岛和长崎 体验过核武器的恐怖 最重要的是 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要防止核战争的爆发 与此同时 第七舰队司令 博伊斯也得知 海江田亲口承认 海边佛号没有核武器 现在的他 无需再有所顾忌 博伊斯当即下令 第七舰队 加速驶向海边佛号 并形成包围圈 成败在此一举 这边 海边佛号上的海江田 发现了博伊斯的作战部署 大战当前 海江田表现出了 异于常人的冷静和镇定 就在博伊斯准备发射 鱼叉反舰导弹时 海江田突然用一般通讯频道 进行了连线 博伊斯下令不用理会 可紧接着他就发现 那名与海边佛号同行的美军指挥官 瑞恩上校 就站在甲板上向他们敬礼 见到被挟持的上校 博伊斯只得放弃作战计划 另一边的美国政府 在得知海江田使用的是 一般通讯频道时 意识到他这么做 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 美国总统若有所思地说到 或许他们所认为的正义 正在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不敢轻举妄动的博伊斯 只能率领第七舰队紧紧跟随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送下 海边佛号顺利进入了东京湾 海江田释放了一路同行的瑞恩上校 并对他的指导表达了感谢 同时也对为他带来的不便进行了道歉 上校回答称 虽然他现在无法完全支持海江田的行为 但他会把所见所闻不加修饰的如实上报 双方敬礼道别 随后 海江田换好衣服 搭乘专机飞往了约定的地点 以独立国大和国元首的身份 同日本政府展开谈判 海边佛号则使进南十字星号船屋进行维修 此次会晤的现场坐无虚席 实况被全球直播 海江田向日本总理提出 大和国唯一的请求 就是希望日本能为潜艇提供补给 包括核燃料和鱼雷的补充 可日本政府反问大和国 又能为日本提供什么 海江田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称 自己什么都不会提供 这个世界充满了悲伤 无力感和绝望 依然在蚕食着大家 必须有人站出来结束这一切 日本政府经过私下激烈的讨论 最终宣布与大和国缔结友好条约 正在收看直播的美国总统 听到这一决定 斥责日方的做法简直荒谬至极 他申请接入会场 直接连线海江田 居高临下的质问对方 大和国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海江田回答称 大和国存在的唯一理由 是成为一只独立于国家之外 不存有领土野心的武装力量 真正的国际社会 不是完全由拥合国家所主导 武器会带来统治和不公平 美国总统辩驳称 他们需要遏制像海江田这样的恐怖分子 为了实践世界的和平 美国需要挺身而出 日方请求召开联合国紧急会议 与世界各国一同商讨世界和平的问题 美国总统称自己也争有此意 他对即将到来的会晤充满期待 最终 双方约定由海江田 驾驶海边府号前往纽约 所有人都知道此行凶多吉少 结束会谈后 海江田乘坐专机返回大和国 另一边 美国派施泰格接替博伊斯 掌管第七舰队 他信心十足地表示 绝不会让任何一艘携带有核武器的潜艇 靠近纽约 这是他们击沉海边府号最后的机会 博伊斯反问 核武器的威胁不是已经消除了吗 施泰格表示 永远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他准备率舰队部署在普赫水道 挡住海边府号的去路进行围剿 随着施泰格一声令下 四枚鱼雷齐刷刷地冲向海边府号 所在的南十字星号潜艇 旁边利波号发现鱼雷后 急忙上前准备阻挡 打算用船身将鱼雷弹开 身听舰长达赌美军使用的 最延时引信鱼雷 这是一般针对大型舰艇所使用的导弹 在美方发射的鱼雷 距离南十字星号仅剩下1000米时 利波号及时赶到 完美拦截了三枚鱼雷 然而还是有一枚鱼雷穿了过去 并且命中南十字星号 健身发生剧烈的震荡 并引发了火情 好在经过紧急抢救 南十字星号的推进和电气系统 并未受到太大损害 并且健身采用了多重结构 能够承受三至四枚鱼雷的进攻 海江田给身听打去了感谢电话 可就在两人通话时 下属发现美国再次发售了鱼雷 身听舰长打算再次效仿先前的做法 进行拦截 海江田告诉他 在利波号前方一公里左右是一处废墟 那里有一艘沉船 如果用它来搅动海底 那鱼雷的雌性传感器就会失控 身听恍然大悟 立刻通知手下发射了两枚鱼雷 很快沉船就被击中 碎片在大洋中四散飞射 美军发射的鱼雷恰好经过此地 在接触到碎片后 当场被引爆 可大家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紧接着利波号上的船员就发现 刚刚有一艘美军的潜艇 夏洛特号隐藏在了附近 现在它又向着南十字星号 发射了四枚鱼雷 身听舰长想要再次利用利波号 进行拦截 但由于距离太远 无法及时赶到 只能眼睁睁看着四枚鱼雷击中南十字星号 受到重击的南十字星号 冒着数十米高的浓浓黑烟 开始发生倾斜 美军司令施泰格打算乘胜追击 派出更多的潜艇 他坚信日本方面不会反击 于是下定决心 不把南十字星号击沉 绝不罢休 海江田看着即将沉没的南十字星号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在南十字星号下沉时 迅速出港 旁边的工作人员觉得 这个想法简直异想天开 现在这里的深度不足50米 海江田微微一笑 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 很快 在施泰格的指挥下 又有两艘潜艇 逼近南十字星号 并发起了攻击 利波号上的船员发现 在南十字星号的左右两侧 各有四枚鱼雷来袭 深厅舰找愤怒地攥紧了拳头 仍无可认的他下令 准备好武器 开火回击 这一举动 让美军破为意外 双方发射的鱼雷 各自命中目标 南十字星号再次遭到重创 开始加速下沉 海江田通知船员 做好准备 他们要在南十字星号 触底前完成撤退 很快 船屋底部已经触底 底部船舱也已打开 海江田一声令下 船员驾驶着海蝙蝠号 加速前进 可在他们即将离开时 潜艇顶部 与南十字星号的底部发生摩擦与碰撞 还好最后有惊无限 海蝙蝠号成功脱险 与此同时 船员发现 美军再次向着南十字星号发射了两枚鱼雷 海江田命令船员 以三十节的速度 立刻离开 爆炸在他们身后 接连四散开来 火光四射间 海蝙蝠号 安全离开 海江田深深地松了口气 他反保双手 霸气侧漏 为自己的战舰播放起了战歌 同时 命令手下准备好八枚鱼雷 他们要和美军一决高下 另一边的美军 在捕捉到海蝙蝠号内的声响后 不明白海江田又要耍什么滑招 总司令施泰格却不以为意 大趣道 这首音乐将会成为海江田的安魂曲 随后他便命令附近的潜艇 向海蝙蝠号开火 海江田发现后不甘示弱 毫不客气地射出一枚鱼雷 在计算好时间和距离之后 他又下令发售了第二枚鱼雷 同时让潜艇向右转向 几秒过后 一号鱼雷成功摧毁了美军的进攻 而第二枚四号鱼雷 则精准命中美方的哥伦比亚号潜艇 可以说是完美的秒杀 见此情景的施泰格急忙发出指令 命令前方的杰弗逊程号 紧急撤退 海蝙蝠号紧随其后 正在观战的利波号船员觉得 这很可能是美方的陷阱 果然 在海蝙蝠号即将追上美军的杰弗逊程式号时 施泰格突然下令 所有潜艇瞄准海蝙蝠号前方500米的位置 集体开火 从而一举将海蝙蝠号炸毁 这时 一旁的博伊斯忧心忡忡 他提醒施泰格 这么做 很可能会让他们再次损失一艘潜艇 可施泰格已经下定决心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要拿下海蝙蝠号 海江田这边 在察觉到美军的意图后 下令全速后退 打算利用东京湾内的旧河床 躲避攻击 施泰格见海蝙蝠号正在撤退 嘲笑对方还是晚了一步 现在 他已经进入了攻击范围 随着施泰格一声令下 所有舰艇纷纷开炮 瞬间 所有轰炸点均变成了红色 海蝙蝠号和杰弗逊程号 也都突然没有了信号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海蝙蝠号被成功摧毁时 系统上又再次跳出了 海蝙蝠号的信号 施泰格气得咬牙切齿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 打算再次发起更猛烈的攻击 危机关头 招田上将 带着日本海上自卫队赶到 利波号也调转方向 打算充当海蝙蝠号的保护盾 招田上将喊话施泰格 这里是日本海域 他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在这里展开战斗 招田上将勒令美方尽快撤离 谁知 美军部长伍德 再次发射了两枚鱼雷 来不及躲避的利波号 被击中尾部 损毁严重 其箭身开始渗水 舱内警报声四起 先钉舰撞 急忙下令进行抢救 并向第二护卫队群求援 在那一几番尝试后 利波号还是沉入海底 无法上浮 发现这一情况的海蝙蝠号 没有做事不管 海江田本打算冲破美军的包围圈 可见到利波号被困后 当即下令 调转方向 前往救援利波号 他们打算向着利波号附近 发射鱼雷 从而利用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帮助利波号上浮 可没想到的是 美军在此刻 又向他们发动了进攻 海江田下令 启动气泡消音幕并做好防撞准备 紧张的5秒倒计时后 美军发射的鱼雷 在气泡的作用下 发生了一定偏差 同海蝙蝠号擦肩而过 并在距离利波号不远的地方 发生爆炸 神奇的是 这股冲击波改变了利波号的处境 剑身周围的沙土开始松动 船员们抓住机会 并成功让利波号再次上浮 海江田舰利波号脱险 下令继续向着美军第七舰队挺进 与此同时 日本海上自卫队 也浩浩荡荡地冲向美军 战斗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施泰格摆出一副毫不畏惧的姿态 大声说着 放马过来吧 突然 下属及匆匆地拿了一份 美国总统发来的电报 总统要求立刻停战 收队返程 原来 他刚刚接到了来自日本内阁的一则电话 称在一次非正式的会面中 海江田承认海蝙蝠号上携带了核武器 只要美国不停止攻击 海江田就有可能发射核弹 权衡各方利弊后 美国总统选择放弃继续进攻 可声性好战的施泰格却说 面对恐怖分子 他们必须斩草除根 博伊斯上前劝阻 结果被施泰格拿枪威胁 因为他坚信 海江田不会动用核武器 就在美军发生内讧之时 海江田已经下令 对美军第七舰队发射了一枚战斧导弹 施泰格立刻启动近防炮 试图拦截 奈何导弹速度太快 来势凶猛 美军来不及阻挡 舰艇内 包括博伊斯和施泰格在内的所有人 眼睁睁地看着导弹 贴着箭身呼啸而过 大家屏住呼吸 站在原地不敢动弹 好在这枚导弹最终落入了大海 并未爆炸 原来这是一枚雅弹 所有人不由地松了口气 显然这是海江田对美军最后的警告 如果是真的核弹 那所有人恐怕都已经灰废烟灭 施泰格拿起对讲机 还想继续翻号使令 可是却没有一人愿意服从 博伊斯谴责他的行为 越来越不像一名军官和军人 活脱脱是一名犯罪分子 他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施泰格因战争罪被当场逮捕 博伊斯下令第七舰队调转方向停止攻击 指离碰撞航线 正在密切关注美军行为的招田上将 发现对方采取了规避动作后 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下来 美日大战就此结束 海江田这边也命令船员快速下潜 穿过湘末海槽进入了太平洋深处 本季故事至此完美落幕 该剧真实在线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战争面前 主角团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镇定和勇气 他们凭借智慧 百折不挠 最终成功率领舰队 脱离险境 影片大力倡导和平 也为我们揭示了 岁月静好的背后 是许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